政府要刺激消费要发消费券 但是都还没发呢 我们看到业者为了要抢这样的商机 先消费后付券的争议都还没平息 现在再加码了 你先消费3600 事后拿消费券他要给你4000块的现金 等于就是打了个9折 那么尽管这样的事情 我们看到金建会是一再的强调 如果消费券的这个发票日期不符的话 业者到时候可是无法存入银行 来换成现金 不过我们看到百货业者说 明智的罚则因为现在还没有出来 因此活动不会停止 一个发票 以及3600元的一个消费券 他到时候可以来变换 就是说我们4000块的一个现金 就前面 主管特别在沉溃精神喊话 因为消费券商机无限大 在百货业者先推出 先消费后付券活动后再度加码 让消费者可以先消费3600元 事后可以用消费券换回4000块现金 一波活动当中 事实上询问度呢 大概比如说 占了大概三成左右 那表示说其实这样的活动 还是有真的刺激到 民众的消费意愿 博喜协本利评消费券市场 因为光是第一波 业绩就成长三成 让业者再推出第二波 但先消费后付券的争议还没平息 业者又在12月推出加码活动 让主管机关再提出警告 消费后付券 这个商家他是没有办法兑换到钱的 但商家如果拿到这个消费券 他愿意发给他的员工做联终奖金 让他们再消费出去 我是没有问题的 政府坚持发票和付券日期 得相扶 业者才有可能存入银行换成现金 否则就只能将消费券 用在购买原料 或是当成员工的年终奖金 但先消费后付券争议 还是没有明确罚则 让业者也无意暂停活动 继续在夹缝中 先赚尽大笔现金 专闻新闻胡适应物庭 台北报道